好多年了没来那个阿格拉城市 四五年以后来 有一点感觉 感觉是很瘦很瘦的 路也认识啊地方也认识啊 这边修的这个路啊 都是新的 其实我来到最后一次来的时候都有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也有修的 停车上停完车以后呢 所以我们要做电动的这样的车 这个是停车站到太极林的门口那边 一个人20块卢比 如果是外国人的票的话呢 那就这个车是喊的 不用给他签 外国人的票是贵的 老婆有OCI 他也不喜欢是外国人 他不需要外国人的票 买完票要检查票 然后检查的时候他们特别严 除了手机箱 线报 然后 护照以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带进 我们都已经在里面 这里一共有三个门 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进来的这个门 还有这个那时候他们员工用的门 还有一个是那时候国王他们用的门 就是可以进来 然后这个是大门 挺漂亮的 重要是我们来看太极林的 那个后面的拜拜的这个 这个就是太极林 现在我们看不到 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在外面拍照吧 这个门也是很漂亮的 一共花了22年的时间 一个门尺 红色石头还有白色大理石做的 挺漂亮的 我们都已经进来了 到了以后就开始拍照片了 前面这个呢是喷券蓝色的 然后这个还是太极林 挺漂亮的 挺好看 今天天气也挺好的 她的花园也是挺好的 拍照拍照拍对拍照 大家都在等了 我们很久是要这个位置要拍 然后我们人多多的 一个一个人拍一对 一对的拍一家一家拍 那他们就服了我们走了 没办法 我们换着地方拍 拍了不少 但是也不算是多 我一个人来的话呢 会拍的更多 阿姨不惯这些东西 阿姨就是挖水 哪里看水就是风水 然后说money 他叫bani bani就是money 钱的意思好像 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们快要进太极林 里面不能拍照片 外面是好看 里面没什么好看的 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看完了以后 就我们可以走了